后方发生枪战 前线有车支援 福特轿车已经打横 四级拦截 酒驾嫌犯在钻路缝 看我车尾夹击 这一撞你别想逃了 热血帮忙拦捕的福特驾驶 是他 蒋先生 原来他也是一名警察 55岁已经退休的警察 他可以逃逸的路线 就变成说是我这一边 所以我就先把车子横躺 在那个路口等他 只是想说不要让嫌犯跑掉 城市英雄好几人 还有福斯驾驶和货车驾驶 两人 两车 就在远景开枪抓嫌犯的摇滚区 肾上限速激增 因为他一直要跑 他会招待到其他人 你就想说 他能不能把顶数让他 等一下再继续跑下去 郑先生是往返新竹台中的上班族 当时没想太多就撞上去了 其实你车子上应该是还好 小张就觉得说 三名热血帮忙的驾驶 在9月5号案发后 第一时间甚至都告诉警察 自己有保险 不用警方来负责他们的车损 但台中市警五分局强调 不会让城市英雄自己吸收损失 还有这名连开12枪的勇警 松安派出所的远警黄文定 30岁曾在新北跟高雄的警分局服务 在高雄待过抓酒驾 毒品跟通气犯的专案小组 刚调到台中没多久 在辖区巡逻发现 轿车驾驶疑似酒驾 不畏惧对方发狠撞车 警民合作成功逮捕喝到忙 还犯罪的酒驾嫌犯 TVBS新闻黄国军旅正成 红彩轮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